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9日 前天我拍了一段影片 就是講英國現在手上的熱門人選卓慧斯 他五年前的一個私人錄音 被暴露了出來 這個錄音就是批評英國的工人說他不夠高效率 而且比起中國差很遠 事實上2012年的時候 卓慧斯也參與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完全是講這件事 就是講英國的全球化下 所出現的劣勢 這本書裡面 就是提到英國的工人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人之一 我認為是 fair comment 我前天用了社會學的一些說法 Marx Weber 新教倫理精神 余英時的儒家商業倫理精神 加上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 以及最重要的是人手短缺的問題 造成英國人比較低效率 以及做事容易出錯的情況 其實我認為不是沒辦法解決的 政府和大企業 應該想辦法盡量用人工智能去取代人手 減少對工人的依賴 這是解救英國經濟最有效的方法 其實現在英國也在朝向這個方法走的 但是 比起美國科技上還是弱一點 這是事實 但是 立刻引來一些人批評 人們就說 你來到英國要感恩 還批評英國文化這樣那樣 其實這些小粉紅色言論很有趣 小粉紅就說你不喜歡中國你滾 現在有些人就說你來到英國又批評英國 那麼 知識分子的基本責任是什麼呢? 是要講真話 不平則明 無論你去哪裡都要講真話 世界上不公平的地方很多 每個地方都有不公平 每個地方都有不合理 不批評 那麼你讀書所為何事呢? 這就很難理解嗎? 好像最近台灣 有一個Youtuber很怕崩 揭露了 台灣政府 外交部 在解救台灣被綁架人士方面徹底不力 結果他一開始被外交部批評 但是後來 外交部也說了好話 這個也看到言論自由的可貴 就是因為台灣有言論自由 台灣的工資去批評政府沒問題 甚至乎引起社會關注 現在解救更多的台灣被綁架人 相反在中國 如果你批評政府說他解救不力 結果那個人會成為下一個被解救的人 所以言論自由是非常寶貴的 所以我看BBC BBC訪問香港一個姓牧的中史科左派教師 是民建聯背景的 這個姓牧的中史科教師竟然說 教育體制 因為教科書是建制的一部分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要在教科書 要在學校裡面講政府負面的事情呢? 他就是完全漠視了教育的本質 教育的本質就是要講真話 那件事情是政治正不正確不是最重要的 那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一個中國 這是一個政治正確 它不是一個事實 事實就是現在一個中國有兩個政府 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叫中華民國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不是一個政治觀點 但是如果意圖要將教科書 只是講政治觀點 而不講客觀的事實 這些就是名符其實的洗腦 這些名符其實就是製造老殘 所以這就是要追求講真話的人 是不能接受的 現在英國也是 英國因為有一宗新聞很有趣的 就是前天爆了出來 就說英國政府以國安法為理由 拒絕了一家香港註冊的中資公司 收購英國的軟件開發公司 這個軟件開發公司 專門做晶片的軟件開發 那就是涉及高科技的東西 涉及的可能是一些高技術的東西 他擔心技術轉移到中國 而禁止了 結果那些藍絲的討論區報章 人們就說你看看英國也有國安法 你看看英國人多虛偽 一方面就講言論自由 商業自由 經濟自由 喂 資本主義 結果又限制 這個呢 就要從一個根本的理論講起了 什麼叫做自由貿易呢? 自由貿易從古典經濟學拍Adan Smith的年代開始戲 到後來的新古典經濟學 後來的海耶克的奧地利經濟學 其實他也是說要無阻礙地 暢通地貿易 而這個貿易應該是對等的 為什麼對等呢? 譬如說 香港的電訊商 中資的電訊商 是可以在英國做電訊生意的 中移動在英國有生意的 李嘉誠的衣服在英國是最大的電訊公司之一 而華為本來在英國有很多生意的 因為本來 這個是應該自由對等的 如果華為 如果中移動 如果中聯通可以在英國做生意 Voltafon 維珍 是不是應該也可以在中國做網絡生意呢? 如果是對等的 那麼這個就叫自由貿易 不是的 是不對等的 那麼 中國的電視台 可以來英國開電視台 可以來英國辦報紙 那麼 英國可不可以在中國辦報紙呢? 如果可以的就是自由貿易了 就是合乎古典經濟學的對等自由貿易 但是上個世紀 左派左翼思潮興起了 左翼思潮說不是這樣的 打拳也要分重量級、輕量級、中量級、乳量級 不能夠混在一起打 跑步也要分男女子早跑 大家體能上是不同的 所以左翼就是要考慮別人先天的優勢 以及後天的一些條件 所以譬如說北美自由協議 美國早發展了幾百年 而其他國家 中南美洲的國家後來才發展 所以如果完全沒有關稅壁壘 沒有產業保護 沒有一些政府補貼 那些剛發展的國家 一定不夠美國爭奪 這個市場 所以最後就會被美國侵吞 所以左翼思潮說應該要讓他們保護 結果中國承著這套左翼思潮的崛起 就加入了WTO 就說我會開放的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會取消補貼的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慢慢來循序漸進 我有路線圖 有時間表 但是結果那件事情 在朱鎔基簽署加入WTO2001年之後 至今21年 可以說幾乎是寸赤不進 不要說對外簽的WTO 對香港簽的SIPA 2003年簽 結果大門開 小門不開 香港人要回大陸做生意困難重重 還有受到諸多的限制 結果這是不對等的 不對等的現在歐美人士就醒覺了 以前就說讓賽而已 現在你成為世界GDP第二了 快要過幾年了 你聲稱就會超過美國成為第一了 當然了 中國一方面就聲稱自己是第一的 第二的 快要是最強的了 但一到這些經濟仲裁的時候 就說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的 在WTO立即說發展中國家給我們一點時間 探排放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的 不能夠和你們相提並論的 在彈性紅線移動底線的節奏下 西方人覺得吃了大虧 不能夠完全釀菜 你禁止我們的企業 電信科技業進去 你不讓 Vox App進去 不讓Facebook、Instagram進去 為什麼要讓你抖音進來呢? 為什麼要讓你微信進來呢? 這件事情不合理 所以現在西方有些人開始說要限制中國的高科技 而且過去幾十年就在西方將很多科技遷入中國 遷入了中國 結果 別人西方就認為這樣吃了大虧 所以現在他們要重新檢視 不能夠完全沒有阻礙地 是讓你們的企業在歐洲、英國、美國大展權的 不能夠這樣子 當然就是說如果那些企業是民間企業也好一些 打擊也小一些 或者是直接沒有打擊 可能美國會有些打擊中國的民間企業 但是中國有沒有真正的民間企業呢? 似乎沒有了 因為這次這間公司叫做香港超橙 Super Orange 超橙 這個超橙是港幣 這是白手套 香港以往做了八幾年這個角色 就是中西文化、商業、經濟、往來交融的地方 那麼 中國借香港走出去 也借香港吸引資金進去 西方也借香港和中國交往 但是問題現在香港已經二次回歸了 全面被中國牢牢控制 又全面管治權 所以別人對香港加以看貨 結果就是兩家傳媒 一家就是彭博 一家就是香港明報 香港明報我非常佩服 因為在《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之後 消失了之後 香港已經再沒有媒體能夠做一些揭露國家機密的新聞 但是明報能不能夠堅持下去呢? 《友善中國新聞》已經消失了 《眾新聞》已經消失了 《明報》現在偶爾為一報導了這件事情 我也敬佩的 他發現這家香港超廠 在英國打算收購別人的高科技公司 其實背景是來自中國國家財政部 中國國家財政部是持股11.02% 去間接控制著一個基金 這個所謂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 再控制一家公司 就是上海合建工業軟件公司 而上海合建再間接持有一家南京的軟件公司 現在南京的軟件公司 控制了香港這家超廠 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發現原來這家公司是有網信辦 網信辦 專門打擊網絡言論 有網絡警察 抓起網絡長城 他控制了一個叫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 而這個互聯網投資基金 再控制上海合建工業 上海合建工業再控制上海合建科技 而上海合建科技 是持股香港超廠 就是這家香港超廠根本是一家由中國網信辦和財政部間接控制的一家公司 就是不能夠用經濟自由資本主義自由去解釋英國為什麼拒絕 英國拒絕是有道理的 你想想如果英國MI5、MI6軍情5處、軍情6處間接控制公司 說要在中國做生意 你覺得中國如何? 當然不必 這不是普通商業的往來 這個明明白白 實實在在 是一個國家行為 所以國家行為就不是資本主義 因為資本主義就是要市場 不是要國家 不是要國家企業 所以華為 華為是不是真的是民企? 他聲稱自己是民企 但是從華為崛起的歷史 處處看到軍方的背景 處處看到政府的寶座 處處看到政府產業的扶持 那麼中國有沒有民企? 現在似乎沒有了 因為之前我已經詳細從中央的文件論證了 現在基本上所有大的民營企業都必須要駐有黨委 駐有黨委書記 黨委書記是掌管整個公司董事局裡面的重要構成部分 所以凡是駐有黨委的 譬如說小米 阿里巴巴 其實這些都不是民營企業 表面上民營企業實際上是由黨控制的 所以如果這些企業再進入西方 西方怎麼會不警惕呢? 西方必然是警惕 所以 《明報》這件事情做得好 英國政府拒絕 這些公司滲透 這些公司將西方的科技遷回中國 是理所當然的 要禁止他們 要打擊他們是理所當然的 而這裡再涉及一個問題 有些人說看看英國也有《國安法》 英國當然有《國安法》 有《反恐法》 美國也有 但是這些現代文明的國家的《國安法》 是有一個前提 它不能夠抵觸憲法 而憲法賦予人民有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出版政見宗教自由》 所以這些所謂《國安法》是不能夠抵觸人民這些自由的 如果 言論自由是有底線的 它唯一的底線就是 天賦人權 這就是我們的底線 所以如果一些《反恐法》、《國安法》 抵觸到天賦人權 那些《反恐法》、《國安法》就是惡法 在歐美 那些政府經常想越權 經常想侵吞人民的權力 比如說 斯洛登揭露的《零鏡計劃》 也是借反恐為名 監聽、竊聽人民的聲音 你聽人民的聲音行不行? 我認為也不是不行的 你要經過國會授權 未經鳳台倫國何以為斥? 你當然要經過正常合法的程序去做 否則一定是被地方法院 憲法法院會挑戰 英國政府經常都會嘗試 收緊言論 收緊人民 但是人民會抵抗 所以一個《公民社會》 《國安法》 是不會損害公民的合法權利的 相反有一些特色的法治社會 處處說 言論自由不是沒有底線的 不能夠損害國家安全的 所以結論就是 國家安全 人民就危險了 相反人民安全 國家就會安全 分別就是這裡的 所以英國這件事情 看到 言論自由 國安是不會衝突的 他只管一些 假裝是民間的企業行為 去收購別人的高科技 而背後是披著羊皮的狼 這個分別就是這裡了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幫幫我 因為最近演說法的改變 讓我們的視頻 少了很多人看 不只是我的視頻 很多我看過YouTuber的視頻 都沒有推送給我看 所以我認為我的視頻 也是少了被推送的 所以希望大家看回我之前幾集的視頻 譬如說我昨天講到中國人口 將會在2099年就會比美國少 這個我利用聯合國人口事務委員會的數據 是推信出來的 我覺得這是我近來拍得最深入的一段視頻 但是希望大家進入去看看 而手動分享 是最實際的 給like是最實際的 還有收費平台Patreon 我剛剛上載了 中國經濟史專題第七講 接下來就會講宋代 到了明代、民國 就會完結 然後就會開展中國近代史專題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知識有價 拜拜